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海港 也是一个语村,那里叫做Barit Yawa 然后呢,我们来这里就是喝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海南咖啡 然后还有这里的一个烤面包 完完全全就是用着那一个非常传统的做法 面包是用那个炭来烤 然后呢,就连那个咖啡啊,它的那个水也是用那个炭烧热水 来这里去找一找 那种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是很难找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那一个海南 面包跟那个海南咖啡的那种餐厅了 这里呢,是一个渔村很淳朴的 早上呢,大多数的渔船都会出海 然后这里就一个小港口 这里呢,就供奉着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十吨 是来保佑呢,这里的那个渔船呢,出海了过后 然后呢,就能这么说平安回来 这里是一个非常淳朴,平静的一个小渔村 从这里过去呢,就是一个河口 然后,你看那渔船 非常多的那个渔船 然后,如果往这个方向呢,那就是大海了 那边就是他们通往大海的地方 从那边出海捕鱼 到了早上呢,就出海 到了大概是傍晚时分呢 就陆陆续续有很多渔船就回来了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巴里加瓦 OK,来,看了一下这里的那个风景 现在呢,我们去找一找那一间传统的咖啡店 稍微喝一个传统的那个海南茶呢 过一个又闲的下午 好,就刚好在这个小港口的那个正中央 很多摩托车那边呢,就是那里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66号 嗯,是一个没有招牌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 嗯,这里的居民都是骑着摩托车来的 嗯,老屋 会让人回忆起那个亲切感 从百中啊,它的梁桥啊 都证明着这个屋子的那个坚固耐用 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个 家事跟场景 会否有着一股呃,声音呢 久违的妈妈在远处呼唤着我们回家的那个声音 都能够让我们回到我们海提的那一段时光 每一个地方看到的都是那种历史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你看它那个煮水的那一个 我看起来都非常有年代了 这边就是满满的那个炭 然后我们看到你看这个炭炉 火炭煮水 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 六年同那个咖啡都是用那个炭煮的 哇,这种非常非常传统的那个海兰咖啡 哇,还是用那个炭煮水的那个方式 第一炮是不要的是吗 我们看到它那个棍 哇,这个是那个非常香的那个咖啡 这个是本地的 本地的copy 这个是Milo,我们叫一杯Milo 然后一杯是咖啡 那些咖啡 试图 这边就是我 没错 这边就是 大家注意些 这边有点 没有脚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那个海南面包 还用着炭烤 你看还是用着那个炭 火炭来烤的一个海南面包 哦要三点开啊 你看这种这样的一个烤法 阿姨你有没有用酱 这个面包好香哦 阿姨你这个面包是这里的面包厂 麻婆 麻婆的哦 它很厚哦 它种的面包不一样的 你看它面包 哎呀真的香啊 偏一偏来烤的 麻婆加糖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道 加上这个麻婆 配上就白糖罢了 传统非常传统的海南面包 过去抓鱼了 嗯对 它们九点回来那个鱼船 不一定啊 哦不一定 要看五六点是 五六点就回来了 这种是非常非常非常传统的 那一个面包的那种做法 就是这样罢了 麻婆丽 跟那个糖 就是这样来吃的 完完全全是那种糖烤 嗯 古早味的那种吃法 其实只单单吃到的 那一个很original的面包香 炒面包香 这种我们叫做传统的 那个叫做Copy Oil 这种只是单单加糖 完完全全是喝出它那个 咖啡豆的那种烤香味 完完全全的以前的喝法呢 我们就是这样搞在这个碗 稍微没有那么热呢 就整晚将来拿来喝了 非常非常传统的喝法 那种咖啡香 那样就可以慢慢地度过了一个 那么 临近的一个下午 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 松解身心 和释放压力的一个相争渔村 有着一个渔船 一艘渔船 刚刚回来了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体验 这个存浦渔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再一次呢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跟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